就是地藏经里面的所讲 你做所有的功德 气温当中 王者可以得一分 得一分 这是第二种说法 接着就烂问 烂 那像你刚刚前面所讲的 气温当中可以得到一分 一分的功德 那这个道理就能够建立 夹造福疑可以受果 应该要归为为世的意义 我们前面也讲过了 从法相为世来讲 你的阿赖也跟他的阿赖也是不一样的 前面也讲过了 你的前期转世 你所造作的不能欣喜 在其他人的阿赖也当中的 不能熏种的 这是法相为世所讲的道理 那又为什么还有诵经 我们做功德等等 对外能够得利益呢 这个是从法性 从法性当中所说的 所以 宋大师他就回答这个问题说 有五种力在为世当中不做判定的 就是为世的道理没有办法加以 第一种就是禅定力 有设计呢 入禅定的时候所启发的 这一种比较特别的 不可思议的作用 禅定力 第二种神通力 神通力 由神通所做的 神通力 再来第三种叫做戒士力 戒士 戒士力也就是说呢 在阿赖也事当中呢 本来含藏着不漏的种子 跟三界九地有漏的种子都有 那么且在上界也可以借 借着下界的事了别下界的境界 三界当中呢 譬如说社界二禅以上的 他们很常在禅定当中 禅定当中 前五世是不起现行的 那但是呢 他想要了解异界的时候呢 他身体虽然在二禅 在二禅他可以借由异界的事 去了解异界的境界 戒士 这一种戒士的道理 可以直通到佛 佛也可以借着 凡乎众生这一生的事 而了解一生的这个 使令呢 一生这个凡乎呢 去知道佛心中所想的事情 所以经典里面也讲到 佛有一次啊在山中啊 遇到这些迷佛 世尊呢 就使令了这个迷佛 借他的事 神的迷佛知道 世尊心里在想什么 本来猴子不知道佛在想什么 但是世尊呢 借他的事 让他知道佛心里在想什么 这是借事力 借事力 这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作用 再来呢 大怨力 大怨力 发了这个怨心呢 由大怨心当中所产生不可思议的作用 比如说 菩萨界里面所讲的 你真正的发菩萨界呢 五逆罪都可以昧出 大怨力 大怨力 再来 法威德力 有法的威德力所产生的作用 也是不可思议的 诵经 你透过诵经 或者持作 或者念佛 《香花花经》里面呢 你送花花经 可以得到六根清静 那么以我们肉眼 可以看到三千大千世界的事 以父母所生的耳朵 可以听到三千大千世界的声音 乃至于三千大千世界就在身上 这也是透过那个法的威德力 所产生的那些不可思议的作用的 这五种力啊 唯是不判 唯是不判 那也就是说呢 是属于这个法性中 法性这一方面的事情 像宋华经得六根清静 入礼的时候 它自然产生的作用 那么这个呢 由法性中当中的来讲的 就不是唯是 你的阿赖也跟我的阿赖也不一样 我们平常做回向啊 这个朝阳课的回向也好 或者我们设定某某人特别的回向也好 为什么 他也会得到感应 因为这是就法性当中来讲的 都是同体的法性 所以啊 在菩萨界里面呢 世尊要我们看到众生啊 要说如是畜生 发菩提心 要为他说三规 说十戒 他听得懂吗 听不懂啊 听不懂 为什么这样做 从同体的法性当中来讲 或者能够欣喜 让他做一点善根 但是呢 你要准备他的果报啊 那可能还有一段距离 也就是说 气温当中的一分的功德 不是完全的 他也有帮助的 有帮助 所以说断气之后的祝念 有没有利益啊 也有利益 但不是完全的 不是完全 从维世的角度啊 六四不起现行 就入乱心慧 乱心慧啊 任由阿赖也是的那个种子啊 看哪一个种子的思义抢先上来了 叫乱心慧 那前面的六四还名利的时候呢 那就掌控在祝念的人 祝念的人 有开讨 有念佛种种啊 去影响他现前的心 然后去触动他的种子上来 触动他的种子上来 那要掌握的是这一段的时间 后面的有利益啊 但是不是决定的 不是决定的 要是可以的话 我们也讲过了 佛是最慈悲的 最圆满的功德啦 那就让他解脱生死 成就就好了 那是不可能 是吧 所以还是需要归到原计划当中呢 有点 我们来看 我们再试试 我们再试试 你们说